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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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传媒的朋友大家好 今日的简报会目的就是向大家 回报这个会期立法会大会的工作 我会回答各位的提问 在2018年度的会期 立法会共举行了42次会议 会议总时数大概是520小时 以42次会议就包括4次行政长官答问大会 以及7次在本年度新增的 短文短答形式进行的行政长官质询时间 在这11次会议上 行政长官一共回答了139项 由议员提出的质询 本会期的立法会会议上 议员要求点算法定人数的次数是222次 所耗的时间是超过39个小时 而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休会的次数是2次 损失的会议时间大概是15小时 议员一共提出了150项口头质询 并就有关口头质询提出719项补充质询 亦都提出了499项要求政府以书面答复的质询 在本会期里面 政府共提交了23项法案 与此同时 立法会通过了27项法案 较上一个会期12项增加超过一倍 在夜7项之中 16项是经修订后获得通过 11项是无经修订而获得通过 包括是審议时间最长的2018年撥款条例草案 另外也通过教具争议性的法案 包括港深港高铁一地两检的条例草案 以及2017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 多位议员就9项政府的法案 一共提出了357项修正 其中有113项是获准提出 1项是获得通过 议员提交了1项法案 无经修订是获得通过 在本会期里面 政府当局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 即是negative rating 共提出了160项附属法例 其中有147项是无经修订是获得通过 余下的13项附属法例的审议工作 将会下一个会期继续 政府当局动议了15项议案 以先审议后定立程序 即是positive rating的批准或修订附属法例 是全部获得通过 此外 政府当局是动议了1项政府的议案 这个就是有关推展 广深港高铁在西九龙站 一地两检安排的后续工作的议案 是获得通过 而政府也都动议1项 关于任命香港终審法院法官的议案 是获得通过 本会期之内 议员动议了十项修改议事规则的议案 其中有两项议案是获得通过 三项根据49B 图1A条谴责议员行为不检 或违反宣誓的议案 包括1项是谴责郑松泰议员的议案 以交付调查委员会处理 而该委员会也完成工作 并向立法会提交报告 立法会也完成恢复和完成一项议案的辩论 最终是被否决 一项是谴责何君尧议员的议案 由于立法会通过 根据议事规则第49B 括回2A动议的议案 该议案没有交付调查委员会去处理 及第三项是一项是谴责议员的议案 以交付调查委员会处理 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有三项议案是要求援引根据 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第382章 呼吁立法会的权力是全部被否决 有八项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三条 第五及第十项 有关传召证人 就某事项作证及提供证据的议案 其中七项被否决 及一项因议案没有完成辩论而失效 在本会期内 议员一共就十六项 不移据立法效力的议案进行了辩论 其中五项是无经修订是获得通过 六项是经修订而获得通过 有五项是被否决 另有两项因本会期是终止 将于下一个会期进行辩论 此外议员是根据《议事规则》第十六 括弧四条是动议了两项 休会待续的议案 共有三份根据《议事规则》第二十括弧一条 向立法会提交的情请书 其中两份要求交付专责委员会处理 立法会就一项根据382章第七条 《议事规则》第九十条提出的请求 已与特别许可 以就立法会议程序提供证据 立法会主席共发出四十一份书面裁决和涵件 十二份涉及急切口头质询 六份涉及法案的修正案 三份涉及附属法例的决议案 而十七份有关议案或休会待续的议案 和三份涉及其他事业 我报告 主席你好 上台是陈叶辉 想问一下这个年度 见到通过的法案都比较多 你觉得那个原因会在哪里呢 是否跟行政立法关系有改善 或者修改议事规则有关呢 第二就是昨天立法会也否决了 非建制派对你提出的不需任同意 你对在会上非建制派的指控有什么回应呢 尤其是有议员都可能觉得 你主持会议的时候好像有些情绪化 有人认为 而且觉得议讀的阶段 就不应该限制议员发言 那你会有什么回应呢 第三就是想问一下 你让我回答了两条 那两条根本都要有时间去回答 我想我回答你第二条先 当然我没有主持昨天的会议 但是我都在房里面细心聆听的 那我当然是尊重每一位议员的意见 各位议员发表的意见和批评呢 我都会提醒自己希望做好一点 那我想就是 议会的正常运作都要靠大家的合作的 不是单靠主席一个去做得到的 那如果大家刚才在那间音乐会 那我也有感而发的 肖先生可以带队一队西乐 一队中乐 都可以奏得到的 有不同乐器 都可以奏出这么越异的音乐 那我有感而发意 虽然我们香港 又在立法会有不同的政党 那我相信大家都是为香港做事 那我也希望能够 大家在下一届多一点合作 大家多一点了解 就出一个给香港人的美妙音乐 那我想这个也是市民想见到的 那今个会期 通过这么多法案 那当然了 行政立法改善的 关系改善 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你看到 行政长官一上任的 都做了很多事情 那也是责成 所有的局长去亲自去游说 自己也都和不同的政党沟通 那这些一定是好的 也都是聆听到不同党派议员的意见 那也都是接纳到我的意见 就多了七次的短文短答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关系 那昨天 行政长官自己都说到 其实的行政立法关系 他都觉得好了 也都和不同的党派沟通好了 那我也希望这些继续的 所以这个是 大家议员只要齐心 是帮香港人做事 我觉得 任何的法案 挺难的 看起立法会都可以轻松地处理 谢谢 港台的李大卫 想问一下 你和民主派议员的关系 比起之前两位主席的时候 都好像比较差 很多民主派议员 例如昨天不信任动议 都很多对你的批评 一直都说对你很多不满 你会怎么形容你们双方的关系呢 以及以后 以后一年两年下去 主席的任期下去 如何可以和民主派破兵 或者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想在议会里面和议会外面 都是分分钟两个世界的 如果我们刚才有在音乐会上看到 一落到去 泛民和我都有谈有讲 事实上一向是有谈有讲的 但是当在议会那里 见拔老张的时候 大家有不同的表现是明白的 当然刚才说了 昨天大家说的东西 我都会听到的 都去吸取如何做好一点 亦都希望多些沟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量解 我做主席其实是很简单的 我是拿着一本《议事规则》 和《基本法》去做事 我做的事情 其实秘书署是会提供了很多 以前做过的案例 如何去做 我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可以不做什么 就是很多我可以不可以做的 都是拿着这些去做 所以我们也不会说 党派自己人又给多些好些 不会的 因为事实上 我也都明白 我每个决定 都可以 有可能受到 司法的挑战 所以这些是一定要 中立去做 当然有很多时候 我的决定 某些议员不满的 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 泛民很不满 其实建制也有很多很不满的 但是我做的决定 是忠于我做主席的身份 所以我希望大家互乱互乱 有不明的 其实大家都可以坐下 可以解释给他 但是解释之后 在镜头面前 他怎么去做 没有问题的 我就觉得做主席 昨天有人说 一个沙包 一个出气袋 没有问题的 大家有政治标志 没有问题的 但是始终都是不同的角色 是做好這個議會,是幫助香港人措施的 你好,明報何婉儀 你剛才說到你會聽到議員的意見 究竟你聽到哪方面的意見 或者你覺得檢討過去一年 你有哪些是需要改善的呢? 還有你之前說過,處理一地兩檢的時候 你說議事規則是加強主席的權利 現在你看看,你會不會覺得這句話挺惹火 或者你現在還覺得議事規則是加強你的權力呢? 我想任何我講的話,我剛才也說過 我都會很小心 也知道會受到司法的挑戰 我講的,是有根據中心法院的判辭說的 所以大家明白香港的法例 香港是common law 終審法院的判例是最終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不是說突然間今天回到寫字樓 我就亂作決定 我是剛才說的 因為我後面還有一群很專業的議會的團隊在這裡 他們會有很多條繩納著我的頸 不准我做這件事,不准我做那件事 所以問題是說,我不會說我勾勁來做的 所以我做每一個決定 一定有人喜歡 有人支持,也有人喜歡 但是我也要繼續忠於基本法、議事規則和法庭的案例 去處理所有的法例 我所有的事情 我當然聽到議員的意見 當然有些是批評我 但是有些也有很多支持我 有不足的就改吧 但是始終還是要忠於做主席的基本法和議事規則 那如果大家說的話,可以說很久了 如果大家昨天聽到的話 你就去說吧 有什麼對我不好的批評 我都會仔細反省 嗨,這是 Winona,TVB Pearl 所以在她上任何事 她說她說她想要改變 跟她的公司 跟她們的公司 她們做了這個嗎 在這個方面 在這方面,她們說 在這方面,她說她們的公司 有信心的不信心 對你來說,她們的公司 是你跟她們的公司 the executive, at least for her first year, did achieve improving relationship with all camps in LegCo. She's the one having his policy address, Book of Thanks passed. I think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past eight years, seven or eight years. That is something to show. if you remember when she started coming for the questioning question time the pandemic would sit down or even shout slogans for the past few meetings when she came everybody or almost everybody stood up okay that is mutual respect and I think at least she earned back that respect so the relationship does exist between her and also the pandemic which as logical president you know extremely glad to see obviously the voke of no confidence been debated and voked down so it also show that there are members support by way of ruling and the way of tweeting the the bill at that time but obviously as I mentioned there's always room to improve and we just have to look forward to find a better way for me and all camps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and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主席你好 有线电视记者 邱惟宜 刚才你也提到 自己主持也不会肯定 但是也有些议员就认为 你在处理一地两件的那个审议期间 都限制一些议员发言 似乎比较粗暴 和选择你 你自己觉得你这方面的主持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 而且昨天听不信任动议 也有很多议员批评你 你会听听一下 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地方 至今你有没有觉得 你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还有另外也想问 其实有26位议员 就要求你 就着那三间上市公司的非执董 要求你辞任 你自己觉得会不会有利益冲突 会不会考虑辞任非执董这个职位 还有如果不会的话 其实你会怎样去确保自己 主持期间 就不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事业 谢谢 我想第一样东西 你会看到 在立法会的利益冲突的处理 是行之有效的 亦都在 我们有83、83、84 在这里的条例去处理 而刚才我说了 立法会主席的主持会议 以及批准其他的议案等等 都是要跟着基本法 以及议事规则的 以及处理这些 不是单单说 立法会主席 可以任我去处理 所以根据所有事情 以及以往的做法去处理 当然我亦都有一帮 很专业的立法会的同事 他会确定 如果他觉得有利益冲突 他也会提醒 你会看到过去的两年 涉及利益冲突有少少的 就是昨天的 OK 对于我有一个 more of no confidence 的 motion 其实两种做法是有的 以前有个主席 自己去主持会议 是不是? 前任主席也试过 不过就是被拉布拉死了 那个议案的人 所以他不用处理 但是他安排 他也会找内务委员会主席 去代他处理 所以一看这件事 秘书处会给了所有事情你看 他也说 你两样都可以做 不过 你自己考虑 我就说 好吧 我就让李慧琼主持 这就是我想最有利益冲突的一件事 其实 有什么利益冲突呢? 其实是没有利益的 就算我主持 都可以的 所以 为了议案可以平静一点去处理 就代理主席处理 所以这个利益冲突 我们是有试图的 当然 如果议员认为我是上市公司的主席 是有利益冲突 是有问题的 其实他很简单 可以去议事规则委员会 去讲 有什么要改 去一起处理 如果认为我已经有了利益冲突 而是没有报道的 其实可以去议员操守 那里去投诉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族 不能够说 26个议员不喜欢你 叫你辞出 你就辞出 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是不能够个人化的 而如果要做的 有一个完美的完整的体制 似乎是比较合适的 你第一个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 主持风格 我主持风格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但是事实上主持风格 我记得争主你说的 只是靠这个 议会很难唱顺的 都是要其他议员去配合 当有一大部分议员 是不肯去遵守议事规则 你是怎样可以去处理呢? 是困难的 是不是可以做好一点? 是双方可以做好一点的 是不是? 那我希望在来年的 大家多一些沟通 大家做好议会的秩序 或者议会的进度 你其实会看到 今年1月到 一地两检之前 或者一地两检之后 是很顺顺的 是很唱顺的 是不是? 那当然有一些这么大争议 大家如何去处理呢? 我是乐意跟各党各派沟通的 主持人好,信譜好,George 也有两个问题 第一,也是跟进刚才非执董的问题 因为其实大家都关注 主席这个位置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中立的观感呢? 让市民觉得你的处理是不受其他的影响的 也未必真的有真的利益冲突 但是在观感上 是不是都可以考虑呢? 这个问题 第二,也想问和中央方面的关系 因为今年也有邀请了王志民主任 王志民主任也有请全特立法会议员去西环序下 其实序下有没有跟进和详情? 还有你会不会打算未来一年 会带队立法会一起回内地考察等等? 谢谢 第一件事,我很开心你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信报 你信报到财经也很熟 其实非执董的职责是做什么呢? 其实是帮小股东去看着那个管理 这件事也不会理会日常的做法 如果做非执董 其实还要让证监去看着 所以是很透明的 样东西是透明的 有什么不透明呢? 你信报问是最好的 别人问也不明白 你信报不明白的 麻烦你问问旁边财经那里吧 其实请黄志文主任来 其实也跟泛民沟通 泛民是乐意的 OK? 我也会跟泛民沟通 主任回请 怎么样? 你知道他也要看看情绪 看看什么 但是其实那个沟通是好的 你要看到泛民议员 去到内地考察 也挺好的 对吧? 起码在创科等等 也有一些意见出来 我是乐意 如果议员是有愿意的 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 可以去的 当然有议员特首的时候 去四川吧 但是泛民议员说 四川好像未必是适合 想去长三角 去比一下 当然了 要有泛民议员和建制派议员 大家肯去的 我是乐意去做这件事 其实特首经常叫 喂 你们去访一下外访一下 去另一些议会 东盟也可以 最近我刚刚去完法国 给你们的事情 很好啊 你去一下吧 因为法国的 Liaison Group 的主席 就是 讲广东话的 是中国人 在巴黎的 几个月前 都来过 我见过 我觉得这些 去做一些 比较 软性的访问 是好的 我是乐意去做的 嗨 总监 这是 Daymond 从RTHK 来到 谢谢 你提及了几个 事情 关于你的 抗议 你会尽量 但 你能够介绍一下 一件 你觉得你 要努力 akan进行 进行 进行 followup 是 有种 执行性 的 你 执行 在 你 执行 提醒 你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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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y are supposedly allowed for the rules of procedure. How do you, in the face of that accusation, how can you improve going forward? I think as the President of Legislative Council, no matter how I chair the meeting, there's always accusation that I'm being unfair and biased. And it's not coming from a single camp, I think. But the only way I can chair the meeting and discharge my duty as LegCo President is to follow the basic law, the ROP, and to treat it in a fair manner. If you remember... Jeming Sun did on the PMP two or three weeks ago, suddenly he mentioned that I hope the statutory committee would do certain things. I stopped him and mentioned that, well, this is a PMP. Your wish about another committee is something else. So I'm not only stopping, it seems to be I always stop and then. I'll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Now, to chair the meeting, anybody who's DVA from the subject matter, I have the duty to tell him that you DVA, would you like to please come back to the debate or the motion?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obviously, you know, when you are not agreeing with me, then you accuse me of being unfair. But, you know, why should we be biased? Now, obviously, with some of the bills or that government need, you know, or there's a timeframe that it needs to be passed, then I have to do it accordingly. Obviously, there was accusation that, yeah, I rushed the co-location bill. But if you look at, and I got figures that after the co-location bill, this four weeks, we achieved a lot, okay? And therefore, we don't have a big backlog, okay? We have passed five government bills. Seven, well, we've gone through seven positive vetting. Six passed and one did not. Now, we have got go through eight negative vetting. We have three PNP, okay? And we have seven motion by members, including one 16 record four.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as president, I have to get the time right. Our normal meeting is about 30 meetings in the whole session, of which about four being used, four or five being used for the budget. there's about two being used by the policy address. So, when you take them off, we only left with 20 meetings to treat all the bills. So, I think time-wise, I have to find time to go through all the bills. So, you just have to go through, you know, my report and see that, you know,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we have achieved a lot this yea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the session was, again, in chaos. So, we did achieve it a lot, you know, during the five months after that. Well, I think, you know, the closer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ndemics and also the pro-government camp may be the one thing that, you know, I need to work harder on. thank you very much.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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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k you. I just wanted to ask, you know, I'm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issue of the rights of the laws and the laws of the laws 甚至求證是不公道的形容對你 你接下來可以怎樣回應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一些細節上對於限時辯論 他們是很不滿意的 接下來是否可以做一個承諾未必會再用 否則他們會覺得政府有一些很想過的議案 是否有主席的限時辯論 就一定可以在某個時間通過 以及就在議事規則上對於全體會議和大會 議員被驅逐後回來 都是有質疑的時候 你如何化解和泛民主派的矛盾 否則下一屆也會再有不信任的動議 我想這件事大家要溝通 以及大家要看同一個規則才行 其實昨天你也看到很多議員都說到 我權力的運用是正確的 如果你聽廖長江議員說的話 是說得很正確的 因為我的權力是來自基本法 而基本法雖然寫一句我是主持會議 但是多得梁國雄就告曾鈺成 那就有一個終審法院的案例 大家要明白 剛才我已經說了 香港的法例 你是基本法 接著你找案例 那個案是終審法院的 當泛民是不要看終審法院的判詞 我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我是要看終審法院的案例的 最重要的判決是你不看 你是不理睬 那我當然是吹黑哨了 因為這個規矩你也不看 那我沒有扶的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 尤其是泛民有很多專業的人才 法律人才的人員 出來講一下是不是 當然在議會上說 也不是 如果我真的吹黑哨的 其實我已經收到司法覆核了 是不是? 要不要等人 所以其實是有理有據 但是你不要看這個理據 我真的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的理據 不單止是由我去看 我們有法律顧問的團隊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事情我們有一必輸出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一定是拿著這幾本東西去處理 關於你說 趕了人離開 不讓人回來 其實我們議事規則 沒有改到的 誰是行為不檢點 被主席說的 是餘下的會議 都不可以回來的 你可以看到 我們每個星期出 是一個會議 除非議事規則 會不會談過或者通過 說不是的 我也是拿著這件事去做的 所以大家要看同一本書 不可以貼口和鼻咬 我的處理都是要拿著這幾份東西 在我面前去做 是Post的阿樂 想問一下 其實在過往幾個書面裁決 或者口頭上 你都說 譬如在港議員出去 在一地兩檢的時候 不讓他回去 你都是說按照慣例 今天你有一個 剛才你說的 一個會議的問題 但其實改完議事規則之後 全體委員會的階段 到底是不是一個新的會議 如果既然改了R&P之後 經常都說按照慣例 但慣例是還沒有改規則之前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將來你會用什麼形式 去做這些裁決 或者你的原則是什麼 另外想問一下 在限時辯論上 會不會成為一個常態 就要繼續去做 但是議事規則 有一部分改了 另一部分沒有改 那我們就去做 限時辯論這件事 其實如果你看我的裁決 是說得很清楚的 裁決說的 就是因為這個是有急切性 然後我才會去做這件事 將來的議案是怎樣呢? 有沒有這些其實的客觀條件 令到我去做呢? 我想每一條都是要每一條去處理 現在不可以說會不會 但實際上如果你看清楚我的裁決 是寫得很清楚我的理據等等 這件事我將來都是會在那條議案 是有沒有需要 有沒有這些條件 然後去做決定 主席 你好,蘋果一報 你覺得你今年的表現 100分滿分值多少分呢? 以及你會怎樣評價 你為什麼會給這個分數呢? 我都好像回答過 我不是老鼠 所以我不會跌落天平之稱 我想公道是自在人心 根據那些案例去做 有權去這樣做 但是會不會考慮說有權 不要用到那麼準? 尤其是你都說想改善 跟泛民議員的關係 在主持那裡 會不會都考慮 就是說以後做一些限時辯論 這些決定的時候 會有多重的考慮呢? 每做一個決定 都是有多重的考慮的 也其實是有溝通的 事實上是否可以做好一點 一定可以做好一點 但是始終的 當大家看的東西是不同的 我溝通的 我限時 他一定不讓我限時 我限36個小時 他又不想限時 他不是說36個小時 我限時40個小時 不如我不夠時間 你給我限時 我限時42個小時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溝通 也要在同一個層面去做 我是很樂意在同一個層面 幫助不同的黨派溝通 令到議會更暢順 我剛才說到 單靠主席 是不可以令到議會暢順的 是要所有的議員 一起配合 希望來年的 大家做好一點 大家一起去做 這個也是祝福香港社會的 OK 謝謝